近期,据新华社报道,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在央行年会上表示 全球央行应该联合起来创建一种替代性的储备货币 以减小对美元的依赖降低潜在风险 英国央行此番表态或许透露了该国正在运作去美元化的蓝图 值得一提的是,英国还是中国以外的全球最大人民币交易中心 据了解,去年10月,人民币在伦敦的日均交易额就达到了730亿美元 实际上,不只是英国、欧洲各国早已陆续开启了去美元化模式 比如,本轮全球去美元化的先行者,俄罗斯 另外,欧盟各国央行还在积极增加黄金储备 其中,土耳其从美国运回了超过28吨黄金 同样,德国央行去年也将价值279亿美元的金条从美国运回国内 另外,荷兰、瑞士、奥地利等国均宇宣布将陆续运回此前存储在美国等地的黄金 这样看来,美元的核心地位或将进一步削弱 环球热点,财资世界 大家好,我是Bekka 快点击关注我们,了解更多财富密码 加园 加园 加围 余 加园 加团 加园 加围 感谢观看